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黄伟成院长的带领下 诊所不仅拥有医学中心等级的仪器设备和技术 更拥有坚强资深医疗团队 让民众在在地诊所就可享有 教学医院等级的医疗服务品质 明镜眼科就在园林市已经成立了30年的 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也都会积极地参与各种社区的活动 去见诊 去学校演讲 那我们的使命其实就是希望可以缩小难彰化的 医疗上的城乡差距 为了要让老中青三代都有得到最好的眼睛的照顾 所以我们就有成立了儿童的近视控制中心 老年人的部分就长清楚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白内障 因为这是每个人年纪到了以后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明明眼科过去有一个好口碑主要的因素 就是有白内障的处理 最近我们也开始了非秒雷射白内障的手术 为了就是让这边的民众也可以得到在医学中心 才会得到的一些医疗的照顾品质 年轻人方面最近我们就也刚开始了全非秒的近视雷射手术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老中青三代在我们这边 不管是眼睛的小问题或者是一些重大的手术 都可以在我们得到一个最好的照顾 为了让病患拥有教学医院层级的医疗品质 院方不断引进与国际同步的先进治疗技术与仪器设备 藉由最先进奈米级雷射手术的帮助 提供更安全更快速及预后更完善的精准医疗 成功帮助许多病患重拾清晰视力 为了要做好白内障手术 首先最重要就是要先做好安全把关 所以我们有增设了这个角膜内皮细胞的检查仪器 还有更新的高阶的眼底电脑断层的检查仪器 还有角膜地图仪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最精准的眼睛数据的测量 那所谓的第三代白内障手术就是用飞秒雷射 虽然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可以做到小伤口的手术 但毕竟还是医生用手工做的 所以他的伤口没有办法做得很精准 那如果用飞秒雷射来搭配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伤口做得很精准 飞秒雷射它也可以减少我们手术当中需要用到的能量 那我们的这个术后的发炎跟水肿可以减少到最低 由黄伟成院长掌舵的医疗团队2016年接手诊所之后 凭借造福病患医疗初心与专业医疗实力 成功带领老字号诊所走出新气象 开创眼科医疗新篇章 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医师进行手术 这个过程也包含帮助每一位来手术的人能够顺利进行 那他们最常跟我分享的就是他们手术前都会很紧张 或者是害怕会痛 这时候我就会试着告诉他们每一个手术的步骤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帮患者了解水晶体 然后协助他们选择适合的水晶体 其实水晶体跟配眼镜一样 有很多选择如果看远看镜都不想要戴眼镜 就需要选择多焦点水晶体 如果有闪光就需要选择矫正闪光功能的水晶体 因为我没有金氏员但是有那个老花 所以说奇怪开车为什么都会蒙蒙白白白的 最后我就想说来找院长 检查说白年杖这样子要开了 刚开到的第一天 隔一天我们就要来回诊 就要来检查 觉得好亮喔 那个字喔 本来都看不清楚就觉得 怎么那么大又可以看得很远 在黄院长的手术过后 我就觉得他是妙所回春啊 说真的啦 手术蛮医疗的啦 也是很感谢他 近半甲子的岁月中 明明眼科诊所深耕地方眼科医疗 默默守护着园林民众的视力健康 相信未来在黄伟成院长的掌舵带领下 医疗团队将持续坚守医疗岗位 成为民众最可以赖的灵魂之窗守护者 完美守护全灵势力就在明明眼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